台湾人爱喝茶 很多人都想要知道 与阿萨姆红茶齐一名的蜜香 红茶怎么有特殊的蜜香呢 其实它除了归功于不喷洒农药 不失化学肥料的自然农法之外 还有小绿叶蝉 更是知名茶品的幕后大工程 体型很小 但绿色的小绿叶蝉 常被茶农视为害虫 因为它会吸取茶叶的汁液 让茶叶的外观受损 经过它吸食后的茶叶会停止生长 嫩芽则会萎缩取 如果严重甚至会造成脱落 小绿叶蝉它大概差不多两三米里大 它有它嘴巴渐渐的 好像吸管一样 茶汁会被它吸收完 那茶就会变成这个黄厚色 小绿叶蝉咬过之后 才会有蜜香的味道 那完全是没有农药 它的环境才会有 小绿叶蝉它会跑来咬它 制作过程如果 按部就班来做 包括它的茶叶管理是非 如果按部就班的话 它干燥完成之后 它就有蜜香的味道 可是研究却发现 随着小绿叶蝉咬程度增加 在茶青中发现诱发的蛋白质 而茶素也会明显的增加 而制成后特有的干唇果香 也随着增多 茶青就是被小绿叶蝉 它吸食过它的唾液 会产生蛋白质 做红茶才有这个蜜香的味道 来冲柏林之旅 喝到这杯蜜香红茶 非常好喝 非常的甘甜 侯韵非常的好 一自然农法种植的茶园里 生态丰富多元 随处可见蜘蛛 金龟子 昆虫及杂草 自然农法的茶园 小绿叶蝉的稀释特别多 看来像一场虫害 但却带来甜蜜的意外 小叶绿蝉就是为红茶 带来花果香蜜香的幕后大工程 新唐人亚太电视 萧正中台湾南投采访报导 编辞了